今天我會請到一個美女廚師 叫自己出來 我都未解釋 好不要臉 還有我們的Devil Angel 為甚麼叫我做Chef Devil Angel 我們今天就會煮菜給大家吃 嗯 是 好 開始 好 下來了 應該可以 可以吃一點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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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嚇過了 先加了一半 嘩 是不是可以了 煎蛋而已 這個煎蠔餅好不好 你有沒有煎過我之前 神經病 神經病 當然沒有 神經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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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雖然剛才看得好像有點麻煩 對 要下鍋就可以了 對 哎 天分的東西 我在想怎樣煩 那些師傅是 喂 喂 喂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人是不知怎麽 繞一繞 對 是不是這樣 是 不行 哎 變成炒蛋了 很危險 它變成炒蛋了 哈哈哈哈 它變成炒蛋了 怎麼辦 好啊 這東西失敗了 再放進去 不要啊 一不做二不休 那底部便填平 是吧 這塊很大塊 哈哈哈哈 哈哈 這個是變成精蛋了 最後 啊 好累啊 現在怎樣搞 你反一反它 反不到啊 太大塊了 喂 你索性炒蛋了 哎 炒蛋了 嘿嘿 好噁心啊 哈哈哈哈 嘩 為何煎一隻蛋會變成這樣 明明它要剪一個是煎蛋 你不要再吵 哈哈哈哈 現在還未到你煎 我告訴你 哎呀 上半個碟 加點蔥花的黑椒 又好像很漂亮 沒事了 上碟了 到你了 是 我的香港仔 煎炒蠔 不說蠔餅 炒蠔 我要炸的這個 要炸 要加多少油啊 我隨便下一點 OK 我覺得你的粉不夠 應該是 那放多一點 我怕它做了你助手 哈哈 這個像是叫Chef Kenny做你助手 哈哈 真的很大膽 是不是可以下 你要開大一點點的火 開大一點啊 你不要怕啊 好 可以了 哇哇哇 彈了 啊 救命啊 喂喂 哇彈了 哇哇哇哇 你出來 哇彈了 我先上去 先上去 哇哇 為什麼你彈了 哇哇哇 怎麼會這樣 哇哇哇哇 哇哇哇 好厲害啊 你關掉了 為什麼彈到那麼高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黑色是不是 噴泉 剛才彈到 哈哈哈哈 嚇到牛雞尺 好害怕啊 啊 剛剛這個 對呀呀 放下去啊 好緊張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嘩 哈哈哈哈 喂 喂 好小火啊 最小火啊 最小火啊 好像應該都OK啊 好像是那些 很緊張 我們吃西領雞 那個面是這樣的 對呀 其實稍後要再煎多一次 還要煎多一次嗎 還要煎多一次嗎 對呀 還要煎多一次 為何你弄的菜這麼複雜 太驚險了 我不知道 你看油都彈到 你剛剛有沒有彈到 真的嗎 有啊 你好勇敢啊 剛剛 你說酒啊 但不關火 它越爆越厲害 哦 那真的要煎多 對呀 因為我們平日在外面 吃的那些 整層包 對呀 好 你拿出去吧 不是呀 要先放在這裡 要先放在這裡嗎 因為待會要放在這裡 我放在這裡 我現在就開始做這個 薯仔蘿蔔 燜雞 放些蒜頭 放些油 爆香它 然後我就可以放些雞 上次我的朋友吃到 舔舔舔 這個 這味一定會成功的 你說你這味一定要成功 對呀 剛才有味 失敗了 很明顯 這個行不行 OK 你先讚一下我 哇 這個OK 沒有朋友玩 對呀 穩陣 因為這個是就這樣 把雞煎熟 很難的 你知不知道有很多技巧在一邊 我發煮菜 我發煮菜好像做健身一樣 真的很累 好像練個二頭肌 我唱歌 煮菜更累 我一爆香了 再加蘿蔔 番薯 我現在就加上調味料 再燜它就搞定了 沒事 沒事 我現在就蓋著蓋子 燜它15分鐘 我這個就搞定了 好了 我都搞定了 是不是要煎了 對 煎了 我做不到這個檸檬皮 早上放了一點 已經黏黏黏黏 都是那句 世上之有媽媽好 是啊 現在很累 會煮菜真的很厲害 你的生粉 你都沒有拌起來 你用手指去拌嗎 怎麼吃 我的手指很乾淨 是這樣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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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原來剛剛要煮夾了 對 我猜應該是先放下去 不要緊 現在是雞熟一點 我的西檸雞 搞定了 柱女西檸雞 對 真的 很好 我聽到這些聲音就很害怕 這個不用起 直接放豆瓣香 是的 Chef Angela Devil 好了 下來了 好緊張 好緊張 很彈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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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滾完 再下雞湯 對 下雞湯 應該要搞定 然後倒牛肉 就是這些 還有牛肉 因為OK 很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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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聞到 我們好像那些 想加正糖 那些 亂 外面吃的 是這樣的 對 也是這樣的 可以 好了 然後下牛肉 現在就是 下牛肉 我們一起下 然後再滾它 因為我覺得 我們的牛肉太厚了 原來這麼簡單 還以為做不切 原來這麼簡單 我們在外面煮 天黑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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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來一個搞定 到我這個 哇 這個 好香啊 蚊雞 成功 有感覺 再說 有感覺 有感覺 大成功 耶 這次可以了 這次可以了 出去吃 可以了 耶 搞定 終於搞定 終於可以吃 我們煮了 五個小時 喂 不過看下去 雖然時間來了 但是不過我們 其實我覺得 我們是算厲害的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完全 沒做過的情況之下 我的樣子就是 匈牙利 蘿蔔 西毒蕃薯 還有日本雞 通常現在的味道很長 這個燜雞 行不行 這個味道 是老了一點 即是老了嗎 嗯 你覺得不覺得 不覺得 對 不老不老 很嫩 好像我這樣 不老的 我下次買菜 真的不用買這麼多 喂 你買了牛腱來的 這個 你切過 不錯 不是很辣嗎 對 因為剛才不是放很多辣椒 不過辣味剛剛好 嗯 很好吃 不錯 真的不錯 但是我下次可以買 牛肉片 對 因為這些 又很容易韌 嗯 所以我們 都是一次一次進步 這個是 港式水煮牛肉 我這個也是 港式蠔餅 蠔仔炒蛋 你看我這個番薯熟得夠不夠味 很怪有甜有效 所以人們難怪應該用薯仔 對 真的有點味熟 我剛剛吃的那個是ok的 是嗎 你可以選一個ok的東西給我嗎 你比較小的 這塊 ok的 很嫩 我們要試我這個蠔 好害怕 好 我先試一顆 ok ok 炒蛋 大家一起試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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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司同事快點過來 在這裡 不動啊 在這裡 很害怕 因為我們六人份 知道嗎 不然我們也不買那麼多 是啊 所以不然我這塊煎餅也不會失敗 因為如果是小的話 我就一炒底 哇 這樣就可以了 下集再見 下集再教一些更好吃的東西 下次要簡單一點 是你呀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 再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片的時候 會馬上通知你 拜拜